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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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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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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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今天我们将从雅各书第五章十四到十六节 学习这方面的教导 圣经说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摸他为他祷告 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他若犯了罪也必门试免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弟兄姐妹 以上的经文讲疾病得医治的两个平行因素 第一病人要请教会的长老来祷告 第二病人要与周围的人彼此认罪祷告 现在我们讲第一方面 要请教会的长老来祷告 雅各书第五章十四十五节说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摸他为他祷告 出于信心的祷告 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他作犯了罪也闭门试免 弟兄姐妹 以上的经文是针对基督徒经历疾病而给的交道 这交道很具体也很清楚 首先雅各说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这里有四点值的思想 第一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一样会经历疾病 第二基督徒生病了 有职任 请教会的长老到家中来祷告 第三只要请长老来 不要请全会众都来 长老是有真理知识和属灵经验的长子 在一些教会里 长老就是牧师 第四 神不要基督徒单独诊受身体的病痛和心灵的孤单 神要我们借着肢体间的关怀和祷告 经历他的医治 那么牧师长老来做什么 经文说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 用油摸他为他祷告 这经文有五点值得留意 第一 去为病人祷告 要有两位或以上的牧师或长老 因为经文说 他们 第二 牧师为病人祷告 是一件慎重的事 因为奉主的名来 就是与主同来 是带着主的恩典和能力来 不然 牧师来也没有功效 与人没有益处 还叫人失望 第三 牧师要带着高膜的纯橄榄油来 橄榄油象征圣灵医治的恩膏 第四 牧师要为病人摸油 摸油的功用是激发病人的信心 在牧师摸油的时候 圣灵赐给病人信心 第五 牧师到病人家中 不是去做客聊天 乃是祈求天父的能力 因着耶稣的圣明 和圣灵的运行 医治那病人 所以去为生病的信徒祷告 是一项神圣的责任 牧师或长老祷告完毕 就要速速离开 不要给病人增加 任何麻烦或负担 所以在疾病中的信徒 当牧师们来探访你的时候 不要期待他们带着鲜花 气球 卡片来 却要盼望他们与耶稣一起来 期盼他们带着耶稣的恩典和能力来 期盼他们带着圣灵医治的恩膏来 他们来 我要激发你的信心 为你的疾病 向天父祷告 同样的 做牧师和长老的 我们去为病人祷告 不可轻率 要谨慎 要预备好自己 要检查自己 是否具备以上的条件 要检查整个团队 是否同心合一 不要做例行公职的探访 却要仰望神的恩典 充满期盼和志情 与神同工 做满有能力的仆人 因为这样的祷告 必产生奇妙的果效 因为经文说 出于信心的祷告 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他做犯了罪 也必门 事免 感谢主 赐下如此的应许 不但在身体方面 更是在灵性方面 但这里有一个 关键的因素 就是出于信心的祷告 意思是 做没有信心 就不能经历神 这样的应许 讲到出于信心的祷告 马太福音17章 14到20节说 有一次 有一位父亲 带着患 癫痫病的孩子 来到耶稣的门徒那里 门徒不能医好那孩子 耶稣从山上下来 就把那孩子医好了 门徒暗暗地问主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那鬼赶出去呢 耶稣回答说 是因为你们信心小 耶稣接着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的信心 若像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从这边挪到那边 他必挪去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 弟兄姐妹 耶稣的话叫我赞金惭愧 因为当年耶稣的门徒 还信心不足 我们的信心有多少呢 神的能力是肯定的 神的应许是不改变的 但如果因为我缺乏信心 而不能经历神的能力 那就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盼望我们在圣经话语的观中 反省 做成着怀疑 不信 观望 可有可无的心态去祷告 雅各书第一章八节说 心怀恶意的人 在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没有定见 但凭信心向神求 就能产生比药物 治疗更伟大的果效 以下在我们思想 出于信心的祷告 所产生的三个令人兴奋的结果 第一 要救那病人 这里的救 是脱离疾病对心灵的困扰 曾经有一位基督徒 对我说 自从我信主以来 虽然我的生意还在亏本 但我不再烦恼 我的心态已经被主改变了 我的心充满平安 这就是主救他脱离生意 对他的困扰 我们也看到有基督徒在病痛中 他去看医生吃药 去做治疗 他却在指望中喜乐 在患难中忍耐 他继续祷告仰望神 心中没有惧怕忧虑 因为主耶稣已经救他脱离心灵的困扰 这就是信心祷告产生的第一个结果 第二 主必叫他起来 主叫他起来 就是身体恢复健康 并得着医治 这是在病痛中的人最盼望经历到的 弟兄姐妹 当我们凭信心祈求的时候 主实在能够医治 耶稣在世上所行的神迹 今天照样行 祂是拙智精致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主 不过我们要看清楚动词的主语 不是牧师的出现 不是病人的心态开朗 不是橄榄油的出产地 不是摸油的手 叫病人起来的是主自己 所以我们务必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 因为是他叫病人起来 第三 病人的罪必蒙事免 这句话暗示两方面的真理 第一 有的疾病与犯罪有关 第二 信心的祷告 包括向神认罪悔改 对基督徒来说 罪的事免比身体得医治更重要 因为疾病只能缠着身体 罪却缠着心灵 疾病的痛苦是暂时的 罪的刑罚却是永远的 罪一旦门事免 病就得医治 所以罪得事免是根本的医治 彻底的拯救完全的释放 可以说是双重的恩典 但要得着这样的果效 人必须谦卑承证自己的罪 凭信心接受神的事免 医生纵使能医治疾病 却不能叫人的罪得失眠 不能叫人心灵的重担得脱落 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二方面 病人要与周围的人 彼此认罪祷告 经文十六节说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弟兄姐妹 这句经文虽然用连接词 所以却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 他乃是在强调病人自己的职任 第一要彼此认罪 意思是 在没有向神求医治之前 我们要先思想省察 向人认罪 认罪不但是口头上道歉 认罪更是需要求对方饶恕 认罪必须用行动做证明 立足欠人的要还 撒谎的要诚实 纷争的要和好 伤害人的要认错改过等等 很可惜 今天有的牧师去为病人祷告 很少叫他向神向人认罪 其实 彼此认罪 是身心灵得医治的第一个条件 第二要互相代求 有了彼此认罪的基础 就能互相代求 饶恕是心里一笔勾销不再记恨 但互相代求是心里充满恩慈 愿意为对方求失眠 求好处 求医治 互相代求是真正饶恕的表现 互相代求是将怜悯同情 付诸行动 神看到我们这样 拿出实际的爱心爱弟兄 就在病人身上 做恢复和医治的工作 第三要请义人祷告 谁是义人呢 义人是相信神的应许 过尽浅的生活 与主有亲密交往的人 义人也是有真诚爱心的人 圣经说 义人的祷告神必垂听 义人的祷告发出莫大的能力 产生奇妙的功效 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 在秋天你受刺 我们翻唱一百个花 在夏天你受刺 我们整天亮明的蓝天 在秋天你受刺 秋冬月为宿舍晚晚晚晚 在冬天你受刺 在冬天你受刺 天片白雪入地山间 祝你是自己的主宰 你是创造宇宙相对 你是风向赐云相对 我要永远和宠美 在春天里上次 我们满山地白的花 在夏天里上次 我们整片凉丽的蓝天 在秋天里上次 乔总微微修说你爱 在冬天里上次 片片白寻入你生间 祝你是世界的主宰 你是创造宇宙相对 你是风向赐云相对 我要永远和宠美 祝你是世界之地主宰 你是创造宇宙相对 你是风向赐云相对 我永远和宠美 我永远和宠美 在冬天里上次 我永远和宠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